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的英伦LOTE 又在东营的方展博和MK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如果大家有机会像我和高手那样 看到方展博今天一生的造型实在是太像华记正伦 记得光顺我家茶餐厅 又在东京,你是不是在东京啊? 我是在热海,伊豆热海 他在车里面做节目的 没错,现在背后山风很大声 非常好,但也有30度,热海果然够热 整三个十月都来着,还有30度? 是啊,今年天气比较反常 往年九月中开始秋天凌风 不过今年好像很热 我们今年秋天来早了,Vancouver 要出外了 是的,那些应该很冷 今天晚上很大风 大家那些气温流动好像有点不太到位 大家应热的地方不热的地方不冷 暂时是这样 我这边过来三四天 观察了日本的夜奔分 他只是搞一晚而已 没有夜奔周 第一个星期就是周 是的,那个环境是很开心的 突然间就想起 其实主要夜奔分的元素是什么呢? 令人深感考虑的 有很多看法的 包括那个,我们今期说什么? 说那个爆锅是什么? 币值,日日日便便宜 加上这里的夜生活 真的比较健康 还有人速无害,非常之好 又不会损害谁的利益 生意还做多了 我昨天去参加完那个花火大会 那之后呢 今天大家就拉闸就放假了 这些铺铛很棒 就是三年发事那些 一次过做了 挺好的 不错不错 这个可以说一点点 你是穿着玉袍 但是其他日本的女性 是不是也穿着玉袍呢? 其实是这样的 你看到别人穿着玉衣 这些呢,其实呢 就很有那个 那个 吸素的分别的 是 日本的女性 设置得漂亮一漂亮 插着一支花在那里 就穿着一支剧的 OK? 工整 有那个叫什么? 穿着那只墨仔 我们小时候打麻雀鸡 最喜欢她那只墨仔 除了白色那只 那只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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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只墨仔 还有没有墨仔 但是有另一种呢 就是那些游客呢 那些大陆女人呢 那些头乱七八糟 大股粗 然后还要穿着帮鞋 下面那些就是大陆女人 是 是 破坏了气氛的 那我暂时还没看到人穿看服 如果不是就要穿着她去做 不用的 那大家都有这一个各自表述的自由 那就是她自己不怕冲出来拆 是吧? 就是走出来收家 一困下去 那个美感就完全出来了 早两个月去 早两个月去清水纸啊 上去就有个人穿看服 那大家都像怪物那样看 你穿得漂亮就没问题的 你穿得好像郑少秋那样 全部都放在头套 没问题的 但是你想想 你个个全部都是 周星馳版的西门吹雪 和一个的花碗楼 就很大了 今天大佬 刘尔达的大夫 变了女儿的时候那样 变了浪 没问题的 就是你弄个桥峰出来 又是地中海 那你就立即是打开了 大佬 朱西那样 朱西那样 搞什么朱西那样 那你现在过去 你现在日本那里 基本上是不是过了旅游旺季的了 他刚刚是开学时间 那些学生要上学 那些家长跟不到去嘛 那就变了少些人订飞的 通常9月到10月 中秋前呢 都是一个空荡期 那机票会比较便宜 那你到了中秋又开始贵 下个星期好像 那样 那现在都挺好的 挺值得玩的 过来日本 除了纸水便宜之外 机票也很多 就算你最旺那时候 也是4000元机票而已 现在你不旺的日子 你2000多到3000多元 就已经有来的机票了 那陈波兴 如果你待会方便 给你一两张照片 是没有你的样子的 看看日本的景致 花火的成会 如果你又可以 给一些网友 看看你在日本的景况是怎样 截地是好 真的射得出来 当然要给大家看 那些烟花 没错 那位高手 好像你们英国那边 上次我们说的那间 叫什么连锁店 Vilco Vilco 是不是正式收工了 是不是 其实应该还有几十间 就说了 是会有人接管的 那我这边 本来都有一间Vilco 最初都说过 都会接管的 但是应该有一间 另外一间连锁 叫做 好像叫做 Poundland 是会接管的 所以 但是好像开 就算开了 都应该是聖诞前才会开 那刚刚应该是对上 我不知道 对上一个星期二 应该是靠下了 应该 那就应该要等到 聖诞才会再开 但是会不会同一个位置 就是会小一点 一定 还是怎样 那我就不知道 嗯 但是应该大概有 大概有 我不知道有五十几间 还是七十几间 就有不同的 就是 好耗 可能买了 去个 去个 就是买了个店 来玩 直接管了个店 接管了同事 这样 其实你觉得我做没有这些生意做呢 就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网店的兴起 就是大家都什么都可以在网上订购 如果你要危贵租又要成成 那另外 子博卿也有说过就是 就是市好的时候 就是息低的时候 不停就借钱去扩充 是吧 那当个生意一不似预期的时候 那你要还债 再加上息高一扯 什么都干了 但是仍然有几十间 就是仍然有些人去接手去做 是不是这门生意还可以做呢 你想要怎么看呢 我想其实是个customer segment 因为 我想跟香港一样的 你以为英国真的没有长者吗 是 长者不懂得用智能电话一样的 是的 那你真的要买东西 真的要摸上手的 那所以我觉得 这类店铺不可以没有 不过问题就是 它摆个地点 是不是仍然摆一些这么贵的地点 就是说 近泊车啊 近high street啊 那些地点 嗯 明白 展望卿你是不是同不同意呢 同意的 那你看回Viuco 其实它是行一些中高价的 日本城的 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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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都急用呢 也都很多东西都很齐 Viuco就是日本城 日本城呢 就是你见的东西是有些是很自己身穎 又有些贵格不饱 但是你又通常摸一下 看一看价钱你就摆下了 那Viuco好像是这样的 那它也有些日常的方便 譬如你要厨房东西就全部整套齐了 清洁东西就全部都齐了 那有时候都会摆下一些整车的东西啊 工具 其实你过去消磨时间是不错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齐全的百货公司 是做家务的 还有小维修就全部都关他治的 那是挺好的一些层次 但是你看回呢 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做零售呢 难做的原因呢 就是刚才也是那个息的问题 大家一直都在说 当你买件货回来的时候 你一年卖不出 你那件货 你借了别人的货金 你要给息人的嘛 那你现在说的息五六厘的 那你就是那件货放在那里 你卖不出 你要找数 就是欠了别人的债 就要输五六厘给别人 那你分分钟的东西 放在那里 长摆没人买的嘛 以前是什么呢 以前是凌息那样的嘛 我借了你的货 一年后没卖出 都是一利息而已 半厘都或者会有 有些客人是这样的 那变成了别人的上游 那个交货给你的公司 放一件货在你里 我又变成了 买了原料 我又要赚钱 大家一串 一条龙这样拉下去 就像我们突然说的那些 都是一条龙这样拉下去 那就做不住了 那现在正正就是因为 息回回正常的时候 整个零售业 都是受困于这个 就是营运成本 提升 刀金固然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责了人货 责了人钱的时候 这个财务开支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的世界 这样 那我会看到 他执是正常的 那也都说回 烹铃那个情况 就是 当然好铺就要你了 不要那些就不要了 但是为什么他要好铺就要你了 因为你签了租约 你不想要赔那么多 你就要被一些行家拿去 这个我看到的情况 大致上就发展是这样 但是英国市民生活应该不会太影响 大部分都现在上去Amazon 按键订货的了 这样 其实这个真的都挺头衡的 就是你网店的兴起 完全将零售的生态是完全改变的 但是我自己始终都是喜欢 不想等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我想下去 有 那个人摸了货 然后呢 就觉得这件事 就像这样的了 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比较一下 但是你在网店去买东西 我其实越来越讨厌 那些没有了人的交易的交易 他们有些什么问题 你都是用客户服务 让他们的机器自己去回答你 让他们去回答你 永远你听不到人的声音 我是很讨厌这件事的 是的 小心 这个进入了代购的问题了 说给你听 我认识的朋友 年轻的 三字头的那些 他是同一款东西 或者是两件回去 或者是三件回去 比较了 退回另外那两件 我可以告诉你 原来我们年轻的那一倍 他的时间是比我们多的 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时间 他可以做研究 可以实体的时候 做研究 回来拆掉 都还不可以退 现在这个新态就是有这样的变化 就是之前发生了疫情 你连外卖也这么叫 最坏的第一部就是iPhone iPhone网购 你整批东西这样按键给了人 人家真的寄户机给你 然后你一批东西楼下的交易 你全部都觉得没问题 投了其他电脑给他 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突破 我刚刚看到新闻 有人四千万就读下去 就买那些加密币 更隐形 虚拟到一个点 好继续 就是我不行 所以注定我未必是 现在我们想今天都几重点说 那些加密币苦转 好虚拟 好虚拟我做不到 即是十元鸡 我都未必会 喂大哥 我要碰你舅舅 我都没见过 那你就给我干嘛 就是我都是太old school 所以 不能够是在141看完 就打电话的 你一定是要上去按钟 还几转的 上去之后 喂 不是这样的 不对 留给你 喂大哥 不能进门 那你去下面咖啡店等一会 等一会 可以 多久到 有个在做 进门了门 两三个字 等多四个字 四十五分钟左右 那你等不等 等啊 来到了 山林道会 都要来的 有实货 没实货 不能等你 你刚才有些矛盾 不过不要紧 最紧要有实货 有东西握手 没错 没错 是最紧要 好 好 但我们今天会多说一些JPEG 这件 怀疑是香港 现在最厉害的 一个 史上最厉害的 骗案 高手也做了很多功课 可以和大家分享 去港之前 当然要恭喜 英国的华人球队 我们香港人的球队 Hongers 第四场球 又赢了 是啊 其实他们真的很热爱 踢球 聂大夫他亲身孔祥 最后第四场 好像这样 4比3赢了 4比3 球队 球队不敢吹 原场的时候 给时间给对方追 怎样 骂了鬼 有无构理头 判十二码 那些东西 很难燃烈 大刀赢 那只 是的 我们是与血球员 与血球迷 真是好一点 我觉得也是因为太多现场的观众 令到那个气势一时无两 即是打扰对方道气 你明白了 打高两把打扰对方道气 是 没错 因为英国人看球队 一不扰碰的时候 不是自己下去打人 所以他们很害怕 他们以为香港人也是这样 所以镜住来 4比3 4比3就输 OK的 预祝Kongka继续打得好一点 因为翠你两个 当然是自己都会去捧牢 支持一下对球队 两位会不会开车上去曼城 或者去哪里跟着他们去看比赛 我们看完 我们看下半身的 看完足球就看长连 对吧 对 对 高手还没去 当然要带高手去一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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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 那好了 言归正传入集了 我们今天 我想只剩下45分钟 我想我们都会说 多些关于JPAC 45分钟回来都不够说 有没有大快人心的感觉呢 就是有这么多的蓝丝KOL 全部都入够了集 就是被人拉了 最新消息是 准保释 10月就是再次要报道的 林作 嗯 对 对 前后拘捕了 到目前为止 我更新的了 我睡醒了 我还没再追到LOW TV 或者Cable 有8个人被人捉了 过千多宗的报案 而怀疑被骗的装款 是至少超过10亿以上的 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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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 如果你睡一个假就变了2亿 是 没错 没错 那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说 大家最热烈的事情 就不是JPEG爆煲 是林作被人拉 最初是林作被人拉了 那你要明白到有多少人同囚的盖 不喜欢他 这个人有多坏 才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最大公因素来的 就是 总之你乱惹了 不乱惹了什么 大家都开心的 那其实香港是香港之福 这个 代表着有天壮 第二件事就是看到什么 自相残杀 最惹爱警察的蓝丝 警察抓了蓝丝 这些蓝丝 是不是 这些事就是令到我们感觉到很开心的 或者怕蓝丝警察会拉他自己走路 我们不是什么颜色 我们是一个正常的香港人 看到这样的事 真是有天壮 天壮到就怎么样 大家最爱的人变成西手 OK 其实呢 你可以想到 我经常都说 有因果业报的 这个原因是我相信的 我亦都相信有念力 这一件事的 就是这件事还没办法 只是大家想那件事发生 没发生到 只要大家有念力 和想赢那件事 心就没够 首先第一件事先 就是林作为什麽毛鸡尼头 他跑掉去炒Bitcoin 大家之前 他就跟青鸿说 做弟子 打官司又不打 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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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其實理論上已經是一個加密貨幣 他拿那塊東西別人去認 然後他說如果我住酒店 我要軍火 我要用武器支援 我要避彈衣 那一塊東西就去搞定 當中連涉及任何國家的貨幣都沒有 是不是 這個概念是這樣 但現在怎麼不一定是 我真急把人扔錢去開戶口 然後叫別人幫我做買賣 然後又要找別人去幫我 最後去找買家 然後跟著他幫你做完交易 他還要保證他找到一個potential的人出來 就是他將來幫你買銀的價值 起碼去到一年有30%或以上的回報 你完全跟加密貨幣的概念 完全是調轉了 他只不過是把一個期貨市場 股票市場 那種概念 再說一次 說一些開幕票會的東西給你聽 沒有一件實貨去看 不知道公司在哪裏 然後就跟著 拘捕了他入局 就是你相信他有三成或以上的回報 那你還不敢是騙狗 還有那些人根本是不認識的 現在你爆了一鍋 你這樣說的時候 就是鏗槍有聲 但是今天還沒爆之前 我們嘗試從一個受害者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會怎樣 我先這樣說 加密貨幣呢 如果你要去最開始的時候 就講一下中本聰 然後就發表了Bitcoin的一個概念 很簡單 中本聰是不是一個人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人 那個真的是人來的 但是是不是這個名字 就不知道 這個人就發表了一個意見 就說 將來我們的貨幣 因為美元不斷亂印 令到我們的貨幣貶值 現在買豬肉 越來越貴 你就知道這個深受其害 如果你真的賺到錢回來 再代賣了 為什麼你會被人這樣剝削 不如我們想個辦法 是一些沒有人剝削的貨幣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概念 但是如果我印了一隻貨幣出來 說沒有人剝削 就有人打擾了我 因為你得罪了怎樣 最大的美帝 現在有個國家和美帝在那裡撐 就是說什麼去美元化 不要要美元 就膽說這句話 任何的團體都是混蛋的 你已經看到了 所以中本聰很聰明 就是我們叫做去中心化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找我住哪裡 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我只是負責做一個program 大家做交易的時候 我會記住你有一個con 而這個con 那個數寶是沒有辦法 被人散改或者吃的 就這麼簡單 好了 那你明白之後 那那本數寶是怎樣的 那本數寶就好像四十二張經 拆掉了 不知道在哪個小桂子那裡 海大庫那裡 人人都有一份的 但是當你一夾兩回合的時候 如果有一張經是錯的 就代表這個是不對的 他們會記住四十二張經在哪個位置 要的時候拿出來一夾本數寶就對了 而因為它散落到周圍不同的位置 和加密了 所以叫做加密貨幣 先明白了 OK 好了 回頭 既然去了中心化 不需要有一個主體的去做 拿一本數寶 人人都拿一份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交易的時候 有人幫你又拿數寶呢 我就覺得那個概念是出了問題 就是在這裏 那去到這個位置 先停一停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就是過去這十幾年 聽見人家炒比特幣贏很多錢 是不是 那我告訴你 我也很難後悔的 因為當時我了解到這件事的時候 比特幣只值幾十元美金一粒而已 OK 而當時開一部礦機出來 去掘一下 不小心掘到一粒 最後高位是六萬多美金一粒 那你想一下 我不去掘 我去買 我隨便放一萬元在這裏 我當作是二十五元一粒 買四百粒在這裏 六萬多美金成四百粒多少錢啊 那裏是一千萬 兩千萬 是不是 沒得恨的 因為這些遊戲 剛巧美國人在另外一個叫什麼 比特幣其實是美國人的第二梯隊 意思是美聯儲就是美元 美國要支配另一件事就是第二梯隊 如果買一些人真的不敢相信美元 我們就要去信比特幣 明明是去中心化的 不要緊 他去中心化 我們炒 他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令到一些人去追逐比特幣 坐定一粒就可以了 還要 我本來想著不要買一塊豬肉 保持住 一年後再買一塊豬肉 不行啊 我給你一個豬場 這樣 那你就誒 買比特幣就發達 所以那些人就開始有一個貨幣 以前一粒比特幣 只可以買到兩磅肥差 現在誰知道一粒比特幣可以買一個豬場 你買不買啊 兩千隻豬 神經病 我們連人手也給你 不是啊 這樣就有一群小子就發達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說 那為什麼比特幣可以得到 我們又不行呢 大家就開始研究 就說比特幣有問題的什麼位置呢 我就告訴你 其實那本數目寶分到那麼多分 是好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分到那麼多分的時候 當你要夾兩分的時候 你做一個交易 分分鐘 不是分分鐘 每次都十幾分鐘 好了 我到樓下 喂 找一張帳 喂 你吃我密卡 師傅跟你聊聊聊聊 說十幾分鐘 找一張帳 沒問題而已 你不想是 下去大家 我跟阿姐說 很冷套 我給你一個叉燒飯 你等十幾分鐘才完 你兩張帳 哈哈哈哈 缺點在這裡 就是你那個交易速度不行 你拿VSA卡 你下去 沒有反應 你咬緊他 你怎麼搞的 你這樣 是不是 所以 Bitcoin的問題 不是因為它不夠保密 不是因為它數保不清楚 是因為它交易時間太長 所以它做不到一個交易的平台 和貨幣 它是可以交易的 但是它交易時間太長 變成你沒有辦法做日常交易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貨幣 然後有人改良它 就說我們要縮短交易的時間 那本數保一樣是要分散 就開始有人研發了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長的加密的情況 一樣是很安全的 就說有第二隻coin出來 然後有第二隻 就有第三隻了 好了 到這裡停一停了 既然有第三隻 為什麼你自己不打印第四隻 所以坊間就開始有穩定幣 然後有以太幣 然後有什麼幣 什麼幣 全部都出來了 OK 很想弄啊 是啊 真的怕你不想弄 OK 這樣就開始有了 我們在旁邊看的人 我們會有兩邊看的 就是Dipcoin是可以繼續保證 但是其他那些又炒得起 如果我去賭錢或者找人問賊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騙局 因為我剛才這樣講也講了十分鐘 很明顯我講完之後 我也覺得有百分之五十的聽眾不明白的 因為不明白是正常的 這件事呢 它那個虛無缺缺的程度 和你的電腦的基礎 要去到一個水平 你才可以有大概的認知 如果你完全沒有那個計劃 沒有一些數學的基礎 你根本就很難去解決 為什麼會加到物 沒有辦法說 那麼去到這樣已經是 我這樣講了 你去銀行拿錢 為什麼你信它按機給你錢 你去銀行為什麼你信它拿回 人家不會拆開銀行來看的 你想一下你的銀行收了我的錢 你不問這些 因為你就開始信了 當你變成了習慣之後 大家就拿這件事就可以去行騙了 我給你一張假銀子 然後你以前的低手就這樣做 但是如果你把銀子做一次都可以 好了 好了 比特幣也可以變成很多的以太幣 其他的幣 他們就在那裡不斷地穿插 大家可以互相交易 大家可以最後又變回一些美元 大家的美元就可以變回一些銀行 這樣就開始搞了交易場出來 變成有一個找換店這樣的情況 好了 現在這間JPAC 其實它是一間加密幣的找換店 沒錯 你理解清楚就是這樣 那它做找換店的生意 就是再簡單說 就好像股票市場那些股票行一樣 是的 它做這個生意的過程裡面 它就給了很多很多憧憬你 就說你如果來這裡 存款或者買我們的銀行 我們就會給你一個回報 就令到大家趨之若無 當然為什麼它有回報 因為它用了一個龐氏騙局的 萬事萬寧的手法 OK 即是你困一條女上床 其實你是一個必然的格式 你困一條水魚給錢 你也是一定的格式 因為有些人 他是很明白到人的貪念 是怎樣利用的 所以呢 他就發展了一個很清晰的 一個回報的機制 發展了一個很容易 令人們信服 他能夠可以短時間賺錢的一個機制 而那些人早去的 就早享受的 的確就是 我夠膽說 即是 我 我想說 開頭那班 你不要說KOL 可能再早一班 開始這個入局 一定有錢賺的 基本上已經是零了 最低限度 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支出 他就憑著他最初的本金 就一直吃他那些下面的龐氏騙局 一直給你的錢 吃那些份數 他就這樣贏的 所以呢 林作說他是苦主 我肯定他不是 因為他很早去說這件事 他開檔 而他是給夠錢 開檔 那這個就是他的情況 好了 說回龐氏騙局 這個暫時說到這裏 說回龐氏騙局 我們簡單化一件事 就是怎樣 永遠都是有個人 就說 你給錢我投資 我給你高回報 你再介紹別人 我可以再給你高回報 那很明顯是怎樣 永遠就是把新人來的錢 就給那個 之前那些 是啊 沒錯 到我收夠醜 最頂那個 今次塔頂那個 收夠醜 就一下子斬籃 那輸是輸什麼 輸最底那一陣 最多的人 沒錯 那我就贏大錢了 這個就是防線建國 那這個JPAC 其實我覺得他還沒收夠醜 但是問題就是因為 證監開了聲 令到他這件事 突然間閉下了 大家就說 沒得玩啊 這樣 我在這裏想舉一舉手 就是 我不明白啊 展博卿和高手 為什麼JPAC在這件事件 爆了鑊之後 仍然就走出來屌致的政府 說他仍然要堅定不移 為大家製造一個的 加密貨幣的交易的一個平台 幫大家deliver這個service 喂 你都沒有錢給人 人家買賣拿不到錢 是不是 是吧 我去cash in我的銀行 你不想給他 有個大陸仔 還說被人打了幾次 是不是 那你還說出來 你自己要堅定不移 提供這個專業的服務 那專業服務就是 你買賣要交收 你交收 不想到 你怎樣提供這個專業服務 為什麼沒有人會打拆他們 我不明白這一點 那大家繼續去留意 現在開始慢慢就 起了高層一點的人 核心一點的人 背景應該會是 涉及這個黑社會背景的人 所以他們本身都是爛仔 所以剛才說過的情況 騙你的錢 你就不要想著來覆卓 我們本身都是準備好工具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繼續看下去 你還會說過月六月之後 現在政府在考慮給牌 其實這些是馬上要拉人封艇 不可以再有JPAC 你已經證明了 即是你一家好像銀行那樣 擠提了 已經是給不到錢給你的存戶 那你政府還不出手 按了它 即是這件事是要 實體店又沒有 網店又馬上要全部刪掉 應該是要這樣 為什麼容許他在這裏 說完那些狗話呢 我們不明白這一點 是的 現在這個情況 就有些混亂 混亂是什麼呢 就是他經營了兩年 在這裏 而過去兩年 不斷地有人入 有人出賺到 有人賺到錢 而又沒有監管機構出聲 而監管機構在這幾天 才一出聲 就連大警方就有行動 那樣我們就覺得整件事 喂 想不通啊 其實這件事走了兩年 兩年前都應該有人知道這件事 那所以呢 高手就進行了一個 就是了解和分析了 究竟這件事的責任 随屬比較大一點 我們愚民其長 高手你告訴我 到底呢 究竟這件事 是屬於商業罪案調查科的問題 還是屬於證監會的責任 還是哪個 在第一層 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東西走出來呢 如果沒有牌子去買東西 我是怕不到這些 先說一說 你現在拘捕了那兩檔東西 即是林作 炒弊 陳怡 陳怡 其實它標籤自己 它叫做抓换店 什麼叫抓换店呢 即是你走到上環 槍人仔 那些 那些就是抓换店 對了 抓换店呢 其實它要有一個牌子 抓换店 其實它就要和海關 去申請一個牌子 就叫抓换店牌 那它有三個功能 就是可以做exchange 可以我們叫收錢 即支付 另一個就是remittance 其實它們要有一個門檻的 就是說 我們簡稱叫做MSO Money Service Operator 其實它有一個門檻 就是第一它要去海關申請 跟著它要有一個50萬港幣等值的 的deposit 做一個保證金 然後才可以開的 其實 好了你想想 其實我之前發了幾個圖 給了鱷魚 我就說 我嘗試用MSO的一個圖 或者我會錯 因為我看到它說它只是在抓换店 我沒有用抓换店的角度去看 那我就回到海關的網頁 嘗試 我把林作的名字放進去 還有把陳怡的真名 搜尋一下 然後放在地址 究竟是找不到東西 其實是找不到的 就是說 如果它單純是一間抓换店 它無牌抓换 都是罰十皮的 好了 問題是什麼呢 你看到地鐵賣光廣告 它現在標榜的 它不是抓换 它現在是投資 所以才會辣到SFC那裡 好了 你要想想 每一個 我相信給你幾點 以前雷馬 SFC是正監的 各位雷馬 是正監的SFC 當時 金融海嘯的時候 爆mini bonds 爆迷你債券的時候 其實就 正監就出了一系列的 就是第一 所有客人來買這些投資產品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風險披露 這個第一件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做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要做KYC 要跟客人做上職審查 第二 就是要跟客人做FNA 即是financial need analysis 就是我們叫做財資 我剛才給我很清楚 我現在在說那些方式 就是你要做電話錄金 和平額分 你買什麼產品 哪些產品 不能買 如果你要買一些高風險的 那你就要簽一大堆文件 你就說你已經明白這個風險 我要 skip這個位置 那我不知道 so far 我就知道 他們開戶的時候 是有做一些很基本的KYC 但是我就沒有看到 他們有做一些FNA的事情 那好了 在這個角度 很明顯 它已經不是一個找換店 那麼簡單了 所以這個case 去了SFC那裡 即是它已經是一個投資顧問 或者是一個投資的公司 是嗎 沒錯 以投資的方式去銷售一些 去某些個秘密 然後賺到錢 好了 那一點點 為什麼會賣得這麼成功呢 它的包裝真是厲害 第一 你沒有牌子 可以去地鐵買這樣的廣告 是啊 JCDC去打塵 這家公司是沒有牌子的 你應該賣告白 即是你爆黃洗頭水 原來是未得對FDA的認證 沒有那些support的動喵 那你賣得到整個地鐵都是這些爆黃洗頭水 那廣告不可以的 是不通的 即是等於偉哥那樣 是 你做個臨床實驗都不可以出街了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好了 現在說的點就是 好了 他找到一大堆的KOL 你看到他的KOL 其實很 我們怎麼說呢 很不同類別的 林作是一款 陳怡是一款 肥媽是一款 然後石頭哥 石頭哥是另一款 其實他分了不同的segment 分了不同的客 於是就引了不同segment的客 去買同一樣的 但其實都是同一種人 因為他全部都是針對的那些藍絲 而藍絲就是蠢 無論你是什麼 那些界別的人 要是知道你是藍絲就是蠢 所以其實都是同一類人 好了 那 於是他就看到 因為 可能他的上線 是真的拿到錢的 他看到 厲害 那邊去買那個哈密瓜的手袋 哇 沒得頂了 這樣的經濟環境 不用做 有那麼多錢下來 那死人也把頭放進去 好了 就開始滾雪球了 好了 誰不知 我其實今天看了警方的記者會 我看完其實是很生氣的 為什麼呢 我不是生氣警察 為什麼呢 大家都有個想法 就是 警察 偽俊仔 你懂什麼叫做加密幣嗎 你懂什麼叫Fintech嗎 他沒有可能會知道的 所以大家對他這個執法 是沒有期望的 嗯 先定了這個框架 好了 然後 認識這件事的 其實就落到SFC那裡 因為 JPEG 他自己聲稱 他說 和SFC 在交易 去拿牌 是 實際上 他沒有去做到 好了 SFC 明知道你是沒有去申請的 你第一下 你就已經要交 是 交手 去商業部 是 對不起 我告訴你 其實如果 證監 已經知道他用投資的方式去銷售客 但是他又說他和SFC申請有一個合法的牌照 但是他又真的沒有這樣做到 SFC其實是應該將這個個案交給商業的 但是SFC沒有這樣做到 因為他覺得 這件事也不關我的事 騙案而已 第一 SFC一直在警察的記者會中說 因為這個不屬於我的範圍 為什麼他敢說不是他的範圍呢 這間也不是一間持牌的證券公司 所以 就不是他的管轄範圍 就這麼簡單 於是他把那波推給警察 但是問題就是 警察又不會回答 記者都不知道有這個方法 其實現在銀行 如果你是屬於一個可疑人士 銀行是會把你的名字按上去給一個 一個香港的 Fraught Detection的機構 叫做JFIU聯合舉報中心 裡面有什麼人在呢 有海關、聯署、警察、分眾國安都在裡面的 他們會做一堆事情 比如舉個例 第一 第一 可能某事某日 高文軒這三個字變了恐怖分子 好了 銀行就看到 高文軒居然在我家銀行有單交易 剛剛做了ATM按了兩百元 他馬上把這筆虛擬交易 舉報上去JFIU JFIU會做一個動作就是告訴銀行 這個其實不是那個高文軒 不過銀行你可以決定 你踢不踢他走 你踢他走就踢他走 不去爭氣 那就爬小樣 好了 第二就是 JFIU可不可以告訴銀行 你是no consent 即是說你不准做事 你不准做事 現在JFIU做的事 就告訴銀行你no consent 不准消耗 那JFIU就會做事 日後當然是包括連署 交給警方做一些商業政策 罪案調查科 不知道的 可不可以解釋你的討論 JFIU就是什麼功能 聯合舉報中心 聯合舉報 OK 是的 變成JFIU做了一個統籌的方式 就不同部門的專家都在裡面 逐個個案子在審 嗯 是這樣的 好了 問題是什麼呢 你正常知道有這件事發生 這些事是沒有人認識 只有你認識 好了 其實就算你不准商業罪案調查科 對付JFIU 或者你就知道這件事 譬如說臨作這麼有名的 陳儀這麼有名的 你就將這個名號 pass給一間銀行 你就找銀行聽 我看到這個客人 Evacular 你幫忙按一下 給JFIU 叫銀行看看這個客人 在你那裡開過戶口 有的 你按上JFIU 那JFIU就做事 好了 那麼問題就是 你們現在的政府部門 各自為證 喂 這些不關我的事的 警察 我沒有責任 我不懂的 怎麼做呢 學堂都沒有教你 你去大約區受訓 是的 因為他們就說 這個客人不是我的 你關你的時間不關我的事 我為什麼要提你呢 那有些另一面 我們以前做的時候 就頂著一個人說 喂 為什麼梁振英那單 五千萬人流出來呢 都是有人按上JFIU 我不說誰了 大家猜到了 沒有人按 這件事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 因為我看不慣 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想告訴你 其實早於2014、2015 中銀已經對一些Bitcoin related的公司 已經覺得他們不受歡迎 已經是把這宗和Bitcoin有關的公司 在中銀的level 或者中銀行限 subsidory的全部 已經把他們推走了 不想做他們的責任 連那些MSO 即是剛才說的那些抓换店 都盡量想不做他們的生意的了 因為廢事煩 不知道你們這些傻子做什麼了 好吧 現在說這個案子 是說SFC絕對有責任 警察那個記者會推SFC出來死的 誰知道SFC這裏又說不關事 那裏又說不關事 警察又不懂得推球給他 記者也問不到這裏 因為剛才那些營業 沒有人認識的那些東西 是這樣的 所以才衍生到今天這一個地方 我說SFC其實是死罪來的 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那後續是怎麼搞的呢 那你仍然有 不止 好像阿森美又有一間 找換店的 是吧 即是 甚至是代言 跟著又有很多 現在又不知道什麼 東級 很多不同這些 能量滿目的 這些 虛擬貨為的交易的平台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 踢爆了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 是不是沒有牌子做這一樣的事情 即是否其實在香港 裡面又不應該 要做這一種的 虛擬貨幣的交易呢 那是不是可以告訴大家 你這幫香港人 自己死亡了 但以你的死去屬世人之罪 令到海外的買家 新加坡 架仔 台灣 澳洲 美國 都不要來香港去交易 因為分分鐘這些全部都是沒有牌子 現在政府說 拉人封艇 就拉人封艇 是完全沒有規管 有什麼爆煲 也是沒有任何的restriction 他要放多少錢 就賠回給那些人 是完全沒有保險 還有保險那方面 就是為那些買賣的 苦主著想 是不是可以說 以後都不用在香港裡面買東西 還有暫時 現在所謂這些 的兌換店 交易平台 全部都不應該要光顧呢 我先這樣 高手說 我的問題大家明白吧 我再補兩個重點 我再補兩個重點 是 現在 只有兩間 向證監 正在申請牌照 但是還沒有申請成功 即是沒有牌照的 其實任何一間都沒有一個 可以申請成功 作為一個合法的平台 去交易這個貨物 在香港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剛才已經說 每一間都合法 那兩間都在申請中 申請中 即是還沒有合法 那你還繼續丟 其實理論上就不應該讓它丟了 即就算任何一個銀行部門 都不應該讓它丟 因為你都沒有合法 你這麼快收錢收存款 第二件事 作為客人 除非你是低藍白癡 你的錢丟到鹹水海 你都射到海 你死吧 那你自己都知道 就不要自己走進去 那這就是這兩個重點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那我不能捉回這些錢 我就白癡 即是你住山洞 都不知道有這樣的事 全世界一起去捉錢 那你又是引爆另一個JPAC出來 大家拿不到錢 又出事的 沒有辦法 是 就是這個山門推現 是不是會這樣 那我真的沒想錯 是嗎 是嗎 你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球球 那球球已經在滴 正在推上山頂 會滴下來 你怎麼阻止 那球球回下來 阻止不了 就是這樣 嗯 浅昆毓才有些話可說 是嗎 我們嘗試用回徒息的角度 去了解這件事 假如香港叫鸡就一直都是一流一是不会拘捕,但是一流一有性病或者有外资去惹给人的话,那就会拘捕 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病,而他是惹给人的,那你哪一个部门负责这件事的呢? 究竟是食环,还是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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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他不知道的嘛,现在的情况就是当有一只鸡,他真的有病,然后他是骗别人,他没有病,而且收费很贵 还要惹了外资给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了,你想一想 然后现在有个警察拘捕了他,因为医务卫室处说我已经揭捕了他的名字,这是有病的鸡来的,然后警察拘捕了他 然后怎样呢?你就会影响了,那究竟是有病的鸡是犯法,还是没有病的鸡也是犯法呢? 大家先问你一个问题,很混乱,会搞成什么呢? 就搞到全部正在调整的人都是抓费,拉回库链,跑掉了他 就是那个行业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好,那哪个人先搞的呢?其实我这么说,这一行就跟做鸡是一样的 他既是道德上有些问题,又好像不是不合法,又好像合法那样 一路香港都有人做这种交易的,而又没有人走去管他,突然有一天就有人走来管 其实是管那个多勾士,还是他是一路没有想清楚怎么管,而突然间伸手管呢? 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很简单,假如黄业也好,你走去一对一的,没有问题的 你一个房间里面有多过两个的,那你就是不行,或者有人操控妓女的就不行 他有规管,你起码有一条铺子,而一个问题就是,你明知道市面已经在香港里面 有人拿钱,现金,银行,把银放进去另一个人的户口里面,然后你问他为什么给他 我买比特币,我买什么东西币,全部都可以的,那你又不能阻止他 然后你就应该先问银行,有多少人是平常有做这个交易的,我们应该怎么对待 你开会再想,你又不认识,突然间伸手就说,这家伙子没有牌 没有认识的牌,你没有认识发过牌,从头到尾都 那么幸运是捉到他,他就是没有牌之中,他还是一个诈骗集团 那别人做正行生意的,卖着银行的那些怎么办 始终有需求的,我拿着整个手都是这样的,我明明可以买了个猪肠 现在我套卷出来,在香港套卷出来,那些客户都不能够了 我公道点说,其实你的币的交易已经在发生很久 很多人已经有一个平台去做,不过问题就是 你政府里面的人懒惊,什么都不管 因为他又不是股票,他又不是银行 他又不是保险公司,他又不是证券行 没完善过选举制度之前有立法局议员 现在联署希望要搞,修订各方面的事情 跟着就没有影了 是的,所以我这么说 各位如果真的要搞个Coin的,你是很清楚的 你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去新加坡买卖,不要在香港交收 你去新加坡见人见货,你去扔他是不是真的币 那你就交收了,是不是 现在在香港,分分钟交易的时候 无论端端,比卡超说 喂,你卖的,你卖的,两个都犯法 我充公了,你卖的,你卖的这么说 现在香港,你搞清楚一点 我真的担心这件事会发生的 因为他玩一刀切 我告诉你,切枯支痛是什么呢?一刀切 不是你买卖的切枯支痛 是很多大陆人,在深圳那些 我认识的朋友,他是炒开币的 真的买那些什么,以太币 正统一些,和比特币 他拿着整个手都是的 他都是来香港交收的 因为大陆已经不准他交收 大陆是犯法的,不支援这一件事 总之那些人下来 现在你又说杜绝了他 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收下了命令 我这样估计一下 政府的计划是封了香港 不要让他们在那里做购物币交易 除非我在我发眼底下那些 在我发眼以外那些全部不可以做 所以他就高调做这件事 谈论过才做 所以从规管角度看 高手刚才说的已经清楚了 他们是没有想过怎么规管 不是想规管的 从警方角度看就很清晰了 因为现在哪个自讲? 军政府自讲 军政府自讲就是上面北戴人说了 比特币什么东西都没有搞 因为我们的钱留得很厉害 锁了他 你找一件事来做一下 最容易做这件事先做了 续续有来 大家说定 总之你在香港玩费交易很危险 无论你正行和不正行 我应该想片身一个问题 我在香港人的福祉去看 或者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 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是否有必要 要继续发展Bitcoin的交易 而继续继续我们香港 作为一个 真真正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现在整件事里面 我不知道 例如你是不是要有 印花税 如果不是我没有一个交易多 而政府抽不到税 你买卖其实对我政府没有益处 你这个问题 其实和香港是否继续 应该要发展一流一的事业 是一样的 那个买和卖的需求存在 OK 但是这件事从来 由股至今 都是地下 嗯 你跟我说 无端端说 是不是应该要立入管 那你的问题就是 政府的道德问题 以及它容不容许你了 因为它本身这件事 我先说过 我先说过 你利益到着想先 我对香港政府 一流一流给你合法 你每叫一次鸡 我就交你缴税 就是2% 你算一下 那我就有着想 是不是 这个问题是 叫鸡的交税 会下名的 那你就搞到 那些人叫鸡 卡住 最后风化案又多 我这样解释 你搞加密货币 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我给了哪个钱的人 给了哪个 和哪个给钱我 但是似乎香港的 暗交仔是不知道 这一件事的 他不知道我加密过来 买大麻 加密过来就是高手 来看那些人秀交的东西 你只是看数码 那件事 给不到负金 你就知道他不懂得 用加密货币 不是没有钱 他不懂得用那些钱 香港政府 说完了 明白吗 所以你和他说这件事 是不是应该他管 还是怎么管 其实我说回来 就是这件事 根本上就是没有网管 没有网管 而管 就是业内里面 自己的人要去 承立一些规矩 或者本身走开 IG那些想办法 怎么可以令到 那件事交收得清楚 小心 又不会被人夹了 上车 打劫了一些现金 你要想一些系统 其实只要利之所致 一定有办法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问我是不是 不是关政府的事 你就从头到尾 不是关你事 然后你伸手出来 你要搞 搞什么 其实他们根本上 没有那种智慧 就是我们几年前 在说 我和你说过 老宅说要搞什么 人民币 人民币 去中心化 去美元化 什么 全部都是口号 其实说那个 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是抵触了什么 是不是 我要打麻将 我要做清一色 然后他想想到 不能把花都捅 又索子又万子 然后又叫我要做清一色 那你就知道 这个人不能懂 就是这么简单 我要去中心化 根本上就不关政府的事 你去管一个去中心化的东西 你管不了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是 根本就是要别人抵触我 是的 我从开始的时候 就是你不能过来 到尾的时候 你不能过来 就是最痛苦 但是 如果过程里面 是制造到GDP GDP的 OK 啊啊啊啊啊 方先生说 我想跟你谈一谈 那如果我们政府 我们也不会打算 要搞一样东西 不够理 因为要去中心化 你都根本是要 把我们 要么的态度 就是 全面禁止 在香港交易 加密货币 第二个态度就是 做得到的 做得到的 是的 按一按银行 哪个买些东西 是没有公司的 总之这样 钱转来转去 问购到他 他投行为止 是啊 你可以杜绝到很多 没有人敢拿个名字 来乱够 买加密货 三四百元 你就杜绝不到 三四百亿 或者三四百万 你就一定是按得到键 是不是 你身份 和你的收入 和交易不相符 你就可以按到电脑出来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就是这样 你不是故意做开这行的 你又不是找换店 你又不故意是什么 你普通一个文猿 为什么你有几百万 那样又来来去去 本来买一个猪肠 一问就问到 所以其实是可以按到的 我简单说一句 防止香港有人洗黑钱 其实已经是玩完了 不用用了 是不是这样说 就是香港本身 就是一向防止 开洗黑钱 对啊 现在突然说 我们现在专利洗黑钱 洗黑钱 就不要用你政府开声 你就自己按摩底做 就可以了 然后你大大声 我们是政府来的 我们很欢迎来洗黑钱 这就是智能线 所以我的情况就是 政府如果不能管 就是这一样东西 有JPEG 继续去转 跟着一佳苦主 如果我赶了 就是TELL YOU SO 我不能准备买卖 这一样东西 你就可以脱身了 可以这样说 对啊 其实他不能碰到200亿 300亿 有够去恒大 几万亿 就是政府不能管 那就可以玩了 对啊 对啊 刚刚说的事情 就是那些加密货币的天堂 因为政府不想你 有什么乱交 你业界里面 不想去监守制度 不想去 规管整个的交易 那你就糟糕了 但是现在你好像 他说把币转回到政府 政府你有站要看 因为我很乱 你懂不懂 你只是听陈茂波说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什么 我们本来是专 不让人花钱的地方 我们不是花钱的天堂 我们是一间很正常做生意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是花钱的天堂 我们任人花钱 我们要花钱 就没能管 然后你又说 我们要管一下怎么花钱 整件事很疯 所以乱是正常 还有两位你觉得 我们香港应该 作为一个有为的政府 我先不要想你 现在这帮小丑政府 如果我们光复香港 有我们自己一个民选政府 就是最乌托邦的情况出发 是不是应该要管这些贸易 还是不想让它在香港 继续再发生 没问题的 我给一点点意见 大家想一想 你做得加密货币的抓换点 那个人 你一定要购买足够的钱 才准备你做那个生意 因为你就算死了 你也给人家足够 即是没有了五亿 我不想让你开货 你大大做就少做 我认了 我认了 我银行做个加持 可以吗 你说跟别人去做加密货币 买一百万美金 我做银行帮你做验资 然后确定这个人名 这个人名 大家交收 中间那件事是加密货币 那就说完 你不相信我的 你就自己去联登 不联登那里约人 然后去深水埗公司交收 那又可以 但如果你是正路的 你可以透过我们银行去做验资 然后透过我们银行做见证 将加密货币在律师楼买楼也交换 是不是 你其实可以做的 那就没有加密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加密货币 是当他需要买一些加密的东西的时候 才加密 是是是 如果你真的买认真的时候 老鹅你有20粒比特币 我和你买 其实我们守什么秘密 没问题的 我不能说我 我都在指寻 当时我买了20粒比特币 那也不能加密 是不是 我的加密货币的高手 拿着20粒比特币买大麻 就不值得 是的 然后你问我方先生 你买20粒比特币来干什么 关于是什么 那不就已经加密了 是不是 是 就是这样的 所以 管其实可以从银行那里去管 是不是 之后那个人点来 那些比特币 你就能不能给他 所以 到最后 你做到最后 就是帮别人洗黑钱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如果去杀了人 为 得到20粒比特币 你是不能知道我怎么得来 20粒比特币 我不会解释给你 所以 银行做得一半 不做得一半 它就被打开了缺口 所以他们又做不到 如果你说真的要为了这样去做一个叫什么 叫什么 加密货币中心 就是我们香港 非常之欢迎人家来洗钱 那这个就说 白了一句话 但是如果你 不欢迎加密货币 你继续走回以前那一套 就完全不能管加密货币了 碰到不能好碰了 总之 哎 有人倒油 不关我事 香港政府不能欢迎这些 他们两个乞乞乞乞乞 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高调去 他为了黑社会 杀了黑社会 然后调查 自己找个人出来 认识他就算了 我们要人的 好像华探长那样 以前 所以整件事 去到现在这个位置 是怎么样 因为北大人有些指令 可能说了香港很乱 比特币 那样的东西 跑了很多钱 我们不可以让他乘气候 现在你找些东西来做 然后这么厉害 就找了 这个厚乞乞乞 就做他 就动他这个 是不是 我觉得整个故事 会比较像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最搞笑的是 后面那些人拿了钱 走 你就捉他不弄到 只有前面那些恶狗 在乱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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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去做污点证人 那个污点证人就发达了 告诉你 他走得出法庭 回不了家 污点证人 这么多钱 是不是 他们开了很多那些认证人 根本就知道你哪个打哪个 嗯 可能就是那本数捕 你找到三个的 其他七个都找得出来 因为大家在股里面说话 这样 是啊 是啊 那从那个什么 现在从那个 政府的角度来说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 关于那个苦主的角度 那些人呢 到底是什么心态 为什么会玩这一样东西呢 你明明一看 就知道 那是瑞士山区废 之后我都赚够了 想被人赚 整件事这么超张 是的 老鹅你发现了些什么 在这件事里面 就是你一说完自己 哇是骗局来的 其实 那个买的没理由不知道 有一样东西政府有责任的 就算你合法支持 合法炒黑钱也好 洗黑钱也好 完全要禁止 为什么香港不准备玩Bitcoin 这一样东西 其实 香港政府在整件事里面的态度 太曖昧了 那变了 你自己的立场清晰 我yes 我给你那些黑钱 你就可以洗黑钱 玩这种货币的 这种education 给你的客户 买卖啊 你投资啊 或者那方面 你有些风险评估啊 你是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 好了 你必定了它 不准准它 是买卖的 你又要解释 为什么香港政府 就是 加拿大可以吃大麻 他又说了 为什么让他吃的 成立的 这个原因 我们香港是不准准 别人吃大麻的 我们说出所有的麻烦东西出来 那让别人知道 原来一件事不合法 是非法的 原因在哪里 就是在整件事的态度太曖昧 就是我觉得香港政府是有责任的 所以很多香港的人 我还记得在十年前 我有一个operator 他基本上就是心无分民的 就是平时靠扮小丑去做省工 那阿俊就介绍了他进来做operator 那我就给他一份工去做一下 那有一天 就是原本都拼手抵触 他做事好 勒勒勒逸逸的 有份工去做 突然之间 他走去 借了钱 买这个发电机 去挖金 那跟着整个人就弯了 那你就会见得到 有很多不学无术的人 然后就很明显 在一个资本万乐世界里面 就知道你们是这么狠狗 人生得丑样 性能力又不高 学识又不够 死肢又不健全 你是没办法这么容易发挥的 突然之间 有些人跟你说 你有几粒这些比特币 你跟着绝回几番 你看看我 我现在也有点矫 你知道吗 我抓住几个比特币之后 升了这么多钱 我个人有点矫 我现在提醒自己 做人不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我们发败 我又要做些什么的事 不停有些人跟你说 是越一些绝昂糕 越笨賊 跟你一模一两的奇形怪状 你前天还在地盘里面挖泥 倒着石屎 今天就拿马沙拉梯 那你会落答 因为你的教育制度 是不让人知道 这一件事究竟是怎样 所以就出事了 所以一定有一堆 世界越艰难 大家越出不了头 智商不是很够高 认知知识不够够的时候 看到有这样的陈鱼 他真的拖一条鱼毛出来 但是要不说 拿个球给你看 他不想发外形 就是把球拿出来 把球拿出来 把球拿出来 用密码开夹慢 真的做到 你是那个狠狠 你是不是觉得 一定要插上脚去呢 就是这样 很吸引 哈哈哈哈 有差点跑车 我死定死 就和你那样叹 对吧 对吧 就是把球拿出来 不为你认识她 怎样不要就除她 怎样 开夹慢给你看 那你想想想 你怎样 你有没有去中招 那我想到了 郭宇 你不用中囚中得那么辛苦 弄个M币出来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 在这间反方的事 我是不做的 如果我要做 就赢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那些苦主是这样的心态 因为不认知 不知道这一件事 那个情况的 consequences 而见到有些 跟她出身 差不多的废材 然后跟着她 被大罗大鼓 又派钱 又懒女 又握拳 又摇拳 又摇拳 你会不会落胆 你都会落胆 是啊 又不是打劫 是吧 有事好做 在钱赚 几二十年前 都曾经有人找过 我做这些事情 我都是被人叫上去的 那时候那个朋友 他说 看翻版了 他说他老板 他说他老板 他说他老板想找伙计 叫我上去interview一下 他做什么 他做金融啊 他上去看看 那些是什么office 是尖沙咀 尖東那些office 他是不断的 他说那些 他说那些 他的组长 比他什么 就是他先逼你 听过一堆那些 看完一堆片 听过一堆这样的讲座 听完中 啊 你怎么怎么闷了呢 那时候他卖什么呢 都是卖金融产品的 但又不是Bitcoin 类似保险投资性的东西 接着就见他的组长 那个组长的位置是怎样呢 就好像平时那些教员室那样 一人一张桌子有一张椅子 但是没有电脑的 一人一张相架 相架有一张相架 那张相架就是那个老板 站一辆车側拍照 那个老板站一辆什么呢 好像不知道是宝马还是Bans 我忘记了了 他说因为我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做这个我去年就买了一个Bans 给我的照片看 我心想你都瘋了 我上班就对着两部电脑 你说你是老板 一部电脑都没有 你真的开工不知道你做什么业务的 我听到两天已经想走了 然后我说不要先走 还没谈完 我说这些朋友以后都不找了 第一 他们用了一个层压式就是说 找一个你熟的朋友 带了你上去 他就告诉你 喂 如果我今期有东西想你 我有着数 我可以收拾 给你看我收拾到什么 接着带来 听到要吸引我 不需要去听听 他会用这些方式的 好了 如果谈你不行 带你来一边 找多两三个女孩 好样一点的 围尽在那里 Bo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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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先给她十匹来 OK 十匹很快就回本 三匹就可以了 你怎么知道你是多下线 你不知道的嘛 好了 所以用错了方法 对高手 我会用回刚才开甲慢的方法 领给你看 你一看到是真的 你一定来帮我手 这件事就是这样 我只是很低层次的 喂 是不是 你看回整件事 你做人在世这么多年 为了什么 钱和女人 是 你有女人 有钱 什么东西都搞定了 那怎么来的 不要紧了 最重要是钱和女人 真的要给你看的 你这一集我不敢叫我老婆看的 大佬 你不是开甲慢 下次我开甲慢给你看 那些人也好 旁视骗局也好 其实在整个人类社会里面 不断地巡出不同地 就是重复这件事 他只是重新再包装一个新的故事给你听 好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不中招呢 第一就是我们预认不到那个朋友 是很能顺利 然后他开甲慢给我看那个 这个是重点 KC长也没有开甲慢给我看 是的 重点一 如果KC长开甲慢给我看 我就点你都被我中了一副 是不是 我不敢说我聪明可以给你这个东西 因为你这么历历在目 做一件这样的事给我看 而你这样浪费钱去开甲慢给我看 我觉得你真的很有 而很有到真的冤枉离瘟疫去那种状态 我也想冤枉离 这个是很明显的人的贪念 是会中的 但是问题就是 回回李智慧 如果一个投资产品 他告诉你能够可以一年造就到十九多厘回报 十厘也不太好 十九多厘 三十而已 施弗兄说 不太好说三十 我告诉你 十以上 其实你已经可以接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回整个 就是赢人书书都好 最厉害的投资高手都好 他都不太好是投十的 他可能在求七啊六啊 赢了大市 连连稳定就可以了 很难保守 不是这样 是个问题就是 你不是市场 你不知道市场有多恐怖的 所以呢 有人跟你说 他敢说十以上 其实那人已经是不认识的了 然后他不认识 他告诉你我已经得了 OK 那你就很恐怖了 是不是 就是 你坐车上的士的时候 那个司机告诉你 这个屯门很快而已 两个字到 哪里啊 地府啊 两个字 你知道他不认识了嘛 我还没见过人两个字 返回屯门 你飞105km 都要三个字 纤沙咀回去 差不多要11分钟 两个字 那个什么车 是你的的士 就是这样 就是你明白到 投资工具 多厉害都好 都是这样 接着你问他 你信我就可以了 他通常都是这样说的 已经是骗局 但是你 不知道装司会不会自己开架给别人看 叫别人去投资 哈哈哈 就是 那个镜头 拼了一条美女 但是那粒的 又不是他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些移花节目的东西 我们是相信的 就是 这个片段 我是可以绝对 我告诉你 我是可以做大道千的 但是我是没有做这一样东西 你明白不明白 就是我是不忍心做这些东西 你明白不明白 是 那个镜头一拼下去 那粒的东西 是 是 OK 那个回报率去到这样 你就应该要警惕 但是很多人去连回报率的概念都没有 因为他听见 喂 我之前有个人买比特币 他买了两个猪肉的价钱 换了个猪肠 他同化了它 是 令到他觉得呢 就是叫一夜暴富 是人人都可以得的东西 是 好了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万事万灵 就是骗局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要警惕这一样东西 我都不敢说 我每次都逃得来骗局 我久不久都有人给我看 我也糟糕的 OK 但是问题就是 你在未清楚之前 不要去躺身做些研究 这个是永远都是这样说的 你不懂研究的 最好不要碰 其实呢 好实际说呢 就是高手所遇的经历 在我都有的 其实我可能在 可能在未来的十年转律师 会说出来的 是 但是 每周的十年转律师 是不会公开播放的 其实也有一个朋友 曾经好心叫我去看他老婆的一个分享会 就是有些做生意的那些 Exactly 又是怎样呢 讲一些成功例子 然后跟着呢 就说我以前是退休的公务员 然后又是教师 现在我不用做事 当我睡觉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做事 他现在就在哪里 加勒比海道 你看看这张照片 我就在哪里 整个骗局来的 由头到尾 都没有讲过 究竟他卖什么东西的product 那种product 为什么这么耍家 没有product story 只是说 入了这一个group 加入了这一个team 你继续找多些members 你就不用做事了 你去玩 你去打球 你去做美容 做facial 继续去赚钱 然后跟着呢 就小组讨论 两个人就夹你一个 打算玩洗脑 那你就知道 你跟我洗脑 你都知道我的催眠术 其实我也有利害的 你催眠我 我反催眠你 或者是 我催眠我不到的时候 我叭你 就叭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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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叭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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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你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坏了 就不想到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有什么人会中这些 self-esteem 低 自己对自己的信念 不清晰 对 赚钱的方法 你自己仍然是抱着 这个 可能 天会跌环材下来 不不无疑惑 不认真 仍然是抱着这个概念 你炒了自负 我没有做伤天爱利 我炒了 炒了 我看得很准 我自己够醒目 眼光够独斗 你到底在 每个人都应该发达的 他们用这种心态 就一定是死的 告诉你 我相信一件事情 我当时在MHK 摆着它 叫做天道酬勤 四个大字 因为世界上只有勤力的人 天道就会reward 不会你躺在那里 有人会跌钱给你的 说完 你去追求女儿 你都要私质混身解数 第一次都要想她 第一次帮她 第一次帮她 吵极她 令她吵极她 吵极了 才跟着你的 难道你整个人 又不让给钱吃饭 又不让拖她的手 又不让搞笑 又不让不收蝙蝠 走出去和她 吵极的时候 你躺在那里 就让女儿在那里 这样吵极她 你觉得会不会有机会 是不可能的 是 有补充 天道投近是一个基本的 是 基本的要求 还要加上有少少帥 有恶心 下出有戏场 是吧 是 做一件事 方向被努力是更重要的 方向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是要找了一个 研究 知道一些东西的结构 你才好去做 就不是一口牛够勤力 你不见生下牛巴达 那句话 所以天道囚勤是对的 基本的人的一个需要 但如果两件事都没有 其实她成功是一个奇迹 OK 如果一个奇迹的人 跟你说我成功了 那你跟着想再重奇迹呢 其实就很难了 我不敢放一个找到方向的牌匾 我怕有人有点困 你知道吗 我已经找到方向和天道囚勤在两个地方 互相辉映 互相辉映 那我困的那些人 是 那你令到大家 读者听众更加失去方向 是啊 不要走 所以呢 小心这两个字 你们 年金 是啊 年金都是 大家真是害怕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 各位 就是我自己这样的看法呢 如果我是地区政府呢 就是 决绝点说 你应该就搞清楚 其实就 你一是就好像方展博那样说 我给你们在那里卖卖 但是你就要哪些 成立这些公司的呢 你有足够的这些保障 但是就很按钩的了 那你谁人都知道 你呢 就是在纵容在香港洗黑钱 那我觉得这个纵容在香港洗黑钱 是不是你香港政府 就是你要 尤其是跟 美国 扎人行马 那你有这一样东西 那你可能分分钟 又被美国佬扎着 把柄的了 你是不是跟北韩 伊朗 又或者是这个 俄罗斯 眉内眼 去一些交易呢 用这种的 虚拟 这个的加密货币呢 那其实你要解话的 那好吧 最后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 完全都不给 那你就被人觉得好像 有一次落后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你有你的坚持 有的原则 我会欣赏你这一样东西 是啊 现在香港政府的融官 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敢 大陆那些 不敢说是 take risk 没有个肩膀 他对比很简单 深圳那些 他不敢是融不融官 他走一个方向 就走到尾 是 他又不用烦 你香港那些 又说要做什么 又说要做鸡 然后又要立政治排放 问题就在那裡 还要想不想清楚 自己连鸡都做不到 哈哈 就是这样 整个事件很错乱的 你看到香港政府的状态 所以今天你真的很乱 是对的 因为特区政府令到你很乱 但是我们尝试在很乱的里面 找一个方法给大家看 是的 我们只是看到很零碎的事件 就是这件事本身是不应该有得管的 是没得管的 是 而你说你去管 而管的过程里面 会引起一些恐慌 那就等于你平时有很多东西 包括我这么说租药 我举个例子 那你做业主 你租一间屋给人 是不是一定要打尼印 是啊 是啊 不一定的 哦 你打尼印呢 就是为了怎样呢 将来有租药有范例的时候 你趕去走快些 是的 那你说我租了给你 大家说不能打尼印的 可不可以 可以 到时候你说要收到他的房子 你就保钱打尼印 罚尼印之后才再趕去走 大家就是这样解释 那你拿货币你就等于打尼印了 你在香港交易没有问题 我会在银行跟你做验资 做了文件 大家交易有个这样的事件 你给了比特币过 那你就自己去衡量 够大单的你就在那里搞 是不是 小单的那些小誓 你自己交易完之后 你说你之后要追回这件事 那可能我罚你 交易的印花 或者你告够它 骗够你啊 抢钱啊 你都还要搞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公导 问题来了 就是美国佬给不给你在这里 这样用加密货币的名义 换够了那些美金 给一些可能北韩啊 俄罗斯啊 甚至去找到一些军火箱啊 再不是那些毒贩啊 全部都在这里搞 我就不可以拿来 拿来全美金 我就把比特币在你香港那里 找个人帮我看着 然后要的时候 就把比特币换够了 换够了一些钱 然后我现金给了这个毒贩 一劫这样带着飞机过 都可以的哦 那就糟了 所以整件事 香港政府想不清楚 或者它很清楚是这样 而它管什么东西呢 我到现在都很混乱 它管什么东西 现在这件事 是的 这件事是诈骗案是事实 所以它就是做了去搞诈骗案 大家在搞比特币的人呢 都继续是没得管 到尾的时候 然后有机会 如果北大人说 这里不能搞 它不会用正途 这样说不能搞的 它就拉了两边 然后充公了它 客人到你不敢在这里交易 就最好 就是我们本身都是说 现在它正在做这件事 好像我刚才这样说 大家还够不够胆 去用这些频道去买比特币呢 因为你都没有牌 只有两间还申请 那你死不死 就是黑白意道 都是江湖盖杀令的 对于比特币 对于加密货币 那你就不敢在这里走的 是不是呢 江湖我想问你 美国和新加坡 他们有没有管理呢 政府 我没有看得那么远 不过我相信 其实要管不是不行 其实就好像这样 用刚才的方式 MSO的方式 就是说 你的中介 它有拿牌 然后它有一个 好像方知博说 有一个放置在那里 那已经做到要做的事情了 如果政府要打税的 就是看一看这个MSO 收到多少 surfacing charge 然后就计算 70%做一个tax 那已经是处理了 刚才说打尼恩 那个问题 已经做到了 嗯 是啊 但是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在这时 香港有没有 条件做这件事 我可以告诉你 第一 就是 我看完我那个 警察的那个 新闻发布会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因为 大家 应该坐得上去 是应该跟我同样的 是知道这件事 是什么来的 而不是在这里推装 而是你上去 是要告诉别人 不是告诉你 这件事不关我 而是说 我将来 去怎么处理这件事 现在他们上去说 是不关我 你生气 在这个位置 你明白吗 当然你也不能很生气 因为 那些评论 已经走了 可以做到这件事 的评论 已经走了 所以没有人可以 没有人可以 驾驭到这件事 嗯 好 祝大家好运了 记住 不过呢 还有一宗骗案 有一宗骗案 比一个重大 现在12亿而已 有一宗骗案 过百亿的 是什么 就是LPF 我都拿不到 哈哈哈 那一宗骗案 那是抢劫 是那是抢劫 那是抢劫 那是老狼 现在是老狼 你听ก明 这是了 我们现在就好聪明 我就先拿走を 我做MPF 不是要几副 是呀 那是老狼 那所以呢 都说了一句 加密货币 不是靠一个平台去买卖的 加密货币 是靠你自己 懂英文 你记得那些 的code 然后你可以 跟人去交收到 你只可以就是不需要有這些人去中間的 所以連這個基本的東西去大台化 大家都不知道,就當成了股票 當成了這個倫敦金 當成了這個外匯這樣去炒 這樣就賺了什麼 還有更加活該死的就是 要是這班人的樣子 掛著追那些狠狗KOL 看他們的Youtube 想著有石頭空會 讓他們開甲慢 你自己活該死 我們日本有養份的節目你就不活該看 那就活該死的 我們這些不是騙人的 導人向善的 你們就不活該看 那就活該死了 沒辦法計算 對不對 他們都說了很久了 這些題目 對不對 是啊 我們其實早一輪的時候 已經說過美國加息之後 加密貨幣那些投資產品都沒有運行 其實是一個原理來的 那我們下集有機會再說一說 到底大家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拿現金是比較好 就是用一些具體的方法和大家講解一下 還有下一集我都想說 展望卿講一講 因為我今天定了一個題目 是想說2024年應該買英磅的 我們都可以說一下這件事 要調查一下 我全都瘋了 我是一個虎主來的 你又撩我很痛 那樣 當然 一來不中我們就要你們了 謝謝 我現在寫一些日圓很開心 是啊 再說現磅的問題 是 OKOKOK 今天真的很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一個半小時 今天就是正式的買大包 希望今天大家要了解我們的分析 還有我們的看法 政府的立場 虎主的心態 那些KOL的行片的方法 那就是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 有朋友開夾賣給你看 那你小心一下 是啊 你首先叫他請了你開 是啊 然後爭著這條數 叫他借錢給你投資 這樣就贏了 對 到時候就要看一片中 局中局 這些叫做 局中局 是吧 夾賣又可以開 錢又可以賺 是吧 好 那我挑就給大家了 祝大家好運了 好 拜拜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